我们看那个地方好像在这 我去这能过去啊 请在适当位置掉头 哦 哇 这里啊 这路整得这么窄 前方掉头 掉头 路脚营地 还真是个营地 咱们来看一看这里能不能住车 看似好像没有房车的样子 行我们看一看啊 能住车就在这住车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营地了 在景区不远的地方 这个地方叫路脚营地 其实还是有点意思的 带大家大概的逛一逛 DAC 这里是个营地 啊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我们是从这边进来的 然后一进来这边就有一个房车营地 这里边是停房车的地方 这个营地有帐篷 那边有帐篷 然后有这种圆形的这种房子 这个房车营地这块先带大家看一下 这边有六个充电桩 目前有六个充电桩 然后我们的车 因为这个营地现在车很少 我就不摘挂了 也是经过营地老板的同意 我们就不摘挂了 直接停在这 场地也比较宽敞 已经把电接上了 因为大家看这边相对来说风沙也比较大 而且南疆这个季节也比较热 接电 然后就可以任性的用电了 每一个营卫旁边有一个水池 然后也有加水的水龙头 这边就可以作为一个简单的洗漱 户外的一个地方 然后这个营地比较有意思的是 大家看宁地里面有很多胡杨树 形态各异非常非常漂亮 这个我是比较喜欢的 因为我们在南疆主要就是塔里木盆地 塔卡拉巴干沙漠 主要的这种高大桥木 以胡杨为主 野生的就是以胡杨为主 在有一些团场兵团 可能会是这种行道树 是小白杨 白杨树 但是胡杨是这边野生本地的一个最主要的桥木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画面 我们的车后面就是胡杨树 真的是有一种在这个沙漠露营的感觉 然后带大家去那边看一下 它这边还有帐篷 还有一些住宿单元 这边是有一片碎石子铺的地 中间有一个特别大的这种天幕帐篷 这底下都可以吃饭呀烧烤呀都可以在这 然后这个帐篷后面是有住宿帐篷 带大家去看一下 这边还有一个小水池 有一个小水池小河 它这个背面是叶尔强河的一个支流 是一个自然河流 然后把水引过来 有点小环境你还别说 我们这一路过来 虽然看着路上比较荒凉 但是一进这个营地有点惊喜 小木桥从这走过来 帐篷带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帐篷每一个帐篷都是搭在一个比较大的木平台上面 然后帐篷里是可以住宿的 一会儿带大家看 门口这有烧烤 它这也可以提供碳呀 包括食材其实都有啊 这可以户外烧烤 其实这个环境你看 呃 大家知道在塔里姆沙漠里面 有很多像罗布人啊 以前罗布人 他们就会在沙漠里面烧烤 烧烤是人类最原始的一种烹饪方法 其实这个感觉是很对的啊 在这看着胡杨树 然后吃着小烧烤 一家人在这玩 感觉也挺好的 去这个帐篷里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帐篷非常有意思啊 木平台中间是一个胡杨树 这木平台上有个洞 胡杨树就在你帐篷旁边 睡在胡杨树下 这个帐篷比较简单一点啊 露营的感觉 咱们大概看一下啊 里边配了一个充气的床垫 然后有简单的桌子 有凳子 然后睡袋啊 这也提供睡袋 不过你如果自己带自己的睡袋也OK 这个帐篷比较大一点 比咱们普通自驾游带的帐篷 肯定是空间要大不少 而且相当于你有一个 自己专属的活动区域了 大家可以猜一下 这帐篷多少钱一天 刚刚问老板啊 70还是80一天 七八十块钱 确实是不贵啊 不贵 然后帐篷后边咱们看 有一些木平台 后边就是叶尔枪河的支流 远处是河 整个环境大概是这样啊 OK这是帐篷 咱们过去看一下 那边有那个圆形的那个圆形帐篷 过去瞅一眼啊 这一排有八个圆形的帐篷啊 这个帐篷长得比较有特点 可能小朋友会比较喜欢 咱们进去看一下啊 其实这个帐篷里面 我觉得也挺好的 就是一个大窗房 然后有桌子 空调扇 这后边啊 有卫生间 后边是一个卫生间 还挺干净的 热水器 该有的东西都有 然后这个大窗房前面这 帘子拉开 相当于一个落地窗啊 相当于一个落地窗 就是这种感觉的 咱们之前在那个青海 柴达木盆地里面 那个孤独星际也看见过 当然那个条件会比这个好啊 但是这个感觉是有了啊 大家猜一下 这房子多少钱 猜一下 有讲精彩 不对 无讲精彩 三二一 这么一个房子 这个季节 一百五一天 能洗澡 能住宿 跟一个小标间一样 但是是这种露营的感觉 是不是还不错 真的这个感觉 我是觉得这个地方的大环境啊 胡杨树啊 然后包括这后面的河流啊 什么的 你住在这个 这个里边是一种感觉啊 看 这边直接是从那个后面的 叶尔枪河支流里面 引的水 然后围绕营地啊 一个小水沟 从这边再一路 就回到了入口的地方 就到我们停房车的地方了 这个地方停房车 五十一天包水 包电 我们觉得还挺好的 这个地方其实说实话 除了远啊 我觉得这个整个环境 真的非常有南疆特色 其实在南疆 这样子的营地 是挺少的 其实随处都能看到胡杨树 但是真的有一个游水有电 还能让你住在胡杨树底下的营地 非常非常少见 这个营地的后边 其实就是咱们刚刚看到的那个景区 就是我们走错门的那个景区 这个景区里面会有一些演绎 主要就是这个玄奘取经啊 一些西域文化的体验啊 这边还有一个 能走过去那边有些小黄花 这个景区刚刚老板说 晚上如果住在营地八点以后 是可以免费进去转悠的啊 当然它的这个演绎都是白天啊 怎么样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停车的营地了 是不是非常非常有特点呢 那我们今天车上中午吃的东西 还剩了一点 我们打包了 这个地方缺点就是离县城比较远 要20公里周边没有什么太多吃饭的地方 所以说要不然来了以后 老板这儿是有点餐 可以点餐的 然后要不然就是自己带吃的过来啊 那行吧 我们就上车吃点饭 今天大概就休息在这儿了啊 我们出来散散步 后边这条河 走到河边来了 然后这边这个野生洪流的这个林子里边 有好多野兔 看能不能给大家找着 拍照两个 都比较远 因为兔子比较警觉 尤其是野兔啊 它能听到好远的声音 所以说可能比较远 不好找啊 刚刚看到好几只 哟 我去你看它 它一动不动 看它耳朵 好大哦 睡得好直 我去 我的耳朵那么大 我去看看你 我去看看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